嗯 几点了 是不是应该去上班了呀 上班 我就差点忘了今天还要上班 完蛋了完蛋了 这下又不免一顿臭骂了 嘿 我来了 这么早就有人等着了吗 你迟到了三分钟 你知道吗 店员 这三分钟我能够制作一份餐点 接下两个订单 甚至能够收到更多的钱 这个家伙是魔争了吗 整个村庄的人合起来都没有那么多好班 真的是 嘿 顾客们早上好呀 请问你们需要什么呢 汉堡套餐谢谢 快点的 赶时间 好的 那么这位村民呢 和他一样的 快点上来吧 两个汉堡套餐 快点的 赶紧的赶紧的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哎 又是一天的工作呀 真是的 要是我能够一夜包覆就好了 哎 这样我就能够天天躺在家里面了 嘿 这位先生 我们是周赛的 你们老板欠了我很多钱 现在已经到最后的期限了 那么你们现在准备什么还呀 啊 这 嘿 我说老板 什么情况 你欠了他们的钱 我 呃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来着 我丢 你这是欠了多少呀 看你这么不在意 应该也不是很多吧 呵呵呵呵 啊 这好像有很多来着 完了 这可怎么办呢 我现在可拿不出这么多钱呢 呃 卧槽 不是吧 这么多钱 你也能忘记 现在你们商量好了没有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呢 嗯 你这 我现在也没有这么多钱呢 这可怎么办呢 嗯 今天 我话就放在这里 要是你们今天不还的话 呵呵 那就只好用你们的还债了 呵呵呵 完蛋了 完全完蛋了 这下可要怎么办呢 我倒是有个不错的主意 就是风险有点大 啊 算了 算了 就这样吧 反正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 骗了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嘿嘿嘿嘿嘿 所以说是什么东西呀 你赶紧说出来呀 我的心可是非常紧张呢 啊 先干活吧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两个小时之后 好了 兄弟们 现在看我手上的东西 看到了没有 嗯 呃 这不就是普通的纸张吗 你拿这网易干啥 完了 看来你已经失心疯了 这可怎么办呢 要不我直接跑路 你乱七八糟的说些什么鬼话呢 真是的 还我失心疯 等一下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嘿嘿嘿嘿 呃 所以说你搞了这么久 你到底是想要干啥呀 我们已经没有多久的时间了 要不我们还是跑路吧 唉 然后再放上传送带 直接无视掉其他的声音 哈哈哈哈哈哈 很好 最后当然就是后面的我们最重要的原材料 将它直接放进去 嘿嘿嘿嘿嘿嘿嘿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敲代码的时间了 喂 不是吧 你这到底是在干啥呀 喂 算了我还是跑吧 反正欠钱是我 他们只会找我的麻烦的 干什么 当然是赚钱呢 现在你信不信 我只要拉下这个难杆 就能够获得很多很多的钱 你骗鬼呢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呢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呀 为什么这里面出现了这么多的钱 嗯 这下钱 数目倒是对上了 好吧 既然如此 告辞 好险 总的来说 还是渡过难关了 能不能摔倒 十分重 再加速都计划